前面我们介绍了 因为钠甲宝普跟细胞膜对于钠与钾的通通性不同 已经产生了极化状态 称之为禁止膜电位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如果膜电位发生变化了 假设我们刚刚说神经元上面有很多的所谓的 常开型离止通道 决定对离止的通通性 但是也有很多所谓的化学敏感纳离止通道 或是电位敏感 如果今天的细胞膜表面 化学敏感通道 它抓住了神经传递物质 而使得化学敏感的纳离止通道打开 一打开 我们刚刚不是说外纳内甲外正内腹吗 外纳内甲外正内腹 你打开了纳离止通道会发生什么事 纳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进来 浓度梯度他想进来 电荷梯度负振振相次 他也想进来 所以大家我们的细胞 纳是很想进去的 所以一旦你打开了纳离止的化学敏感通道 纳离止通道性增加 纳就流入细胞 因为电荷压力跟浓度梯度都会拉进来 进来之后 是不是正电荷进细胞了 你的细胞的磨电位差不就减少了 本来外正内腹现在变成外没那么正 内没那么负 甚至变成外面变负 没有变正 好我们就会说原来的外正内腹被破坏了 原来的外正内腹的方向性被破坏了 我们就称这个现象叫做极化要被去掉了 叫去极化 好的 所以你打开了纳离止通道 那一进来极化被破坏叫去极化 去极化指的是磨电位上升 远离原来的负65开始往上升 极化破坏掉了 好接下一个重点来了 等我一下 我在旁边画一个示意图 如果今天我的这个磨电位 一开始是-65毫复 好我现在磨电位慢慢上升 上升到某一个特殊的电位 打个星星 这个电位会引发 电位敏感纳离止通道打开 这个通道一打开 就会产生一种重要的正回馈 什么意思啊 我磨电位上升到某个值 我一开 我开的时候是不是让更多的纳进来 磨电位不是上升更多吗 磨电位上升更多 是不是刺激更多的电位敏感纳离止通道打开 让更多的纳进来 当纳离止进来 让磨电位更上升 不就又引发了更多的电位敏感纳离止通道打开吗 所以一旦电位敏感纳离止通道打开 就会自己促进自己的活化 我引发纳进来 引发更多的电位敏感纳打开 电位敏感纳打开 让更多的纳进来 更多的纳进来 又让更多的电位敏感纳离止通道打开 因为正回馈的方式 电位敏感纳离止通道会在短时间之内 剧烈大幅度的全面开启 所以这时候磨电位的上升 就不是像这样平缓的 而是爆冲 突然间爆冲上去 因为大量的电位敏感纳离止通道 快速的正会开启 所以这时候会产生一个很陡的去极化 所以去极化可以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叫做平缓的去极化 第二阶段叫做快速的去极化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到达这个特殊的磨电位 一旦到达就会引发正会会 产生大量的电位敏感纳离通道 好那这个位置 这个电位有名字的 叫做玉止 这个字念玉 就是一个门 下面一个或 玉止 不要念它或止或法子 它叫玉止 玉止 这个字的意思是门槛 一旦过了门槛就引发反应 没有到达门槛就什么都没有 好这个部分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神经细胞有玉止 主要是来自于电位敏感 或叫电压敏感纳离止通道 这个玉止就是一个门槛 我举个例子 你的考试分数只要过那个门槛 就可以考上台大 好吧那你过这个门槛 那过多少呢 过多少不重要 只过一分 只超过一分 超过一百分一样 所以玉止就是这个标准 你假设过玉止 视同一样都是入学了 但一旦你不到玉止呢 不论你分数多高或多低 就是没入学 所以玉止就是这个门槛 摩电位上升到玉止 就引发这个剧烈的曲奇化 但不到呢 就掉下来 就什么都没有 因为没有引发电位敏感纳离止通道的 正回馈就没有了 好所以这时候就引发剧烈的曲奇化 好这时候 一旦你到达玉止 产生剧烈曲奇化了 我们就说你产生了活动电位 或叫动作电位 动作 到达玉止产生GZ奇化 我们描述方式说 你启动了action potential action action 启动了动作 action potential之前学过 好这个中文 这个英文翻译成动作电位 或叫活动电位 action你要翻译成动作 还是活动都行 但是英文就是action potential 到达玉止产生强烈的曲奇化 我们就说你产生了动作电位 好这是曲奇化的部分 所以曲奇化有两阶段 一开始是化学敏感纳离止通道打开 慢慢的缓慢曲奇化 一旦到达玉止这个磨电位 就产生了电位敏感纳离止通道的正回馈反应 产生剧烈的开启跟曲奇化 所以这个曲奇化很陡 剧烈的曲奇化 这次我们就说你到达你产生了action potential 所以是否产生动作电位的关键在于 磨电位是否到达玉止 一到达玉止就产生动作电位 没到达就没有 好这是动作电位的一个性质 这个阶段叫曲奇化 继续往下讲 刚刚我们说你到了某个玉止 会打开纳离止通道 对吧 纳离止通道打开 但同时有另外一曲叫 电位敏感甲离止通道 也会受这个玉止引发而开启 但是电位敏感甲离止通道 它开启的时间比较慢 所以一旦到玉止 纳先开了 然后纳离止大量进来 而假离止慢了几个毫秒 就我该开了吧 它就开了 所以这时候改成电位敏感甲离止通道打开 好各位 我们刚刚说本来是外正内附外纳内假 后来变成了外面变负电 外面变正电 因为我们的动作电位 让你的磨电位上升很高 然后刚刚的那个纳离止跑进来 假离止 好这样打开 好这时候 我们打开了电位敏感的甲离止通道 甲离止通道是细胞内甲多 所以甲浓度低度想出去 这时候细胞内是正电 正正相次 甲也出去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甲会因为浓度低度 以及电荷的低度 都会把我们的甲离止往外推 因为这时候电荷已经反转了 刚刚是外正内附 刚刚在去计划的时候是从外正内附 现在呢 因为动作电位 你上升到正值 是到达正28毫 电位已经反转了 所以这座细胞内是偏正电 所以甲离止正正相似 电荷低度想把它推出去 浓度低度它也要出去 所以这个比较慢启动的电荷敏感的甲离止通道 会因为浓度跟电荷低度 甲开始往外跑 当甲往外跑代表什么 甲往外跑是正电荷跑出去 又慢慢恢复成外正内附 所以是不是减缓的去计划 甚至让计划状态慢慢恢复下来 所以这个阶段是什么呢 我们画四一图 刚刚画这个摩电荷变化 一开始是缓慢去计划 然后到达预止打星星预止 剧烈去计划 好现在打开了电荷敏感 那它慢慢下来了 这样下来了 我们就会说这个阶段 就是打高高的这个阶段 是不是我的极划重新恢复 称它叫再极划 好我们就慢慢讲吧 前面叫极划状态 这一开始写的不好 再来写一次 一开始是极划状态 禁止摩电位 后来呢 它发生了去极划 去极划还有两阶段 一阶段是比较平缓 第二阶段是比较剧烈 剧烈就是活动电位 好现在是这个 后面这个部分 我打就打箭头 打勾勾这个 开始往下降 我的极划重新恢复 这个过程叫再极划 逐渐恢复到禁止摩电位了 对不对 这叫再极划 慢慢从去极划状态 慢慢恢复成极划状态 让摩电位从正直的正28 毫浮 慢慢又恢复成-60 模式是让假离子往外跑 正定跑出去 外面又慢慢变正定 可是这个电位敏感 那里电位敏感 假离子通道的特性就是 开的慢 关的也慢 所以它后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它没有马上关 继续open 假呢 往外流的过多了 这时候反而假离子流出过多 使得细胞外假太多而变太正 细胞内反而变负电 这时候呢 你的摩电位比原来的摩电位还要低 所以如果画这个实义图 一开始是极划 好 去极划第一阶段 去极划第二阶段 好 再极划 过头了 这个地方叫过头 叫做过极划 比原来的基子摩电位更低 过头了 叫过度极划 过极划 是因为假离子持续往外流 因为这个电位敏感假通道 到达预置时 就隔了好久才开 晚开 就晚关 关的时间也比较晚 所以它就会让假离子过多跑出去 好 那后面呢 慢慢恢复成云来的状态 是因为我的假离子通道后来关起来了 然后纳假帮普重新运作 又把我们的摩电位恢复到极划状态 好 所以当我们在画一个动作电位的时候 我们看后面有没有图 会有以下的这个画法 你看这个图就画得不错 自己讲 一开始一号是极划状态 因为化学敏感 纳离子通道 真正化学物质的打开 会缓慢的去极划 一旦到达预置 碰 剧烈去极划 这时候到达动作电位 好 后来呢 电位敏感假离子通道打开 Open 慢慢让假流出去 它的摩电位又下降了 甚至过头 过头就都 下降就都再极划 过头就要过极划 后来呢 慢慢假离子通道也关了 有纳假绑谱跟细胞膜 柳膜电位 细胞膜对离子通道性不同 慢慢启动了禁止 膜电位的极止 回到了极划状态 好 现在各位看到 123456 就是一个细胞膜 一个神经细胞的膜 产生动作电位前 中后的膜电位变化 那这每个曲线 它的斜率 是有关系的 一开始的曲级化很缓慢 一旦到达意志是剧烈曲级化 因为打开了电位敏感 那离子通道 引发正回馈 后来电位敏感 假的离子通道 晚开 晚开就晚关 所以它后来比较晚才往下降 但是这样的时间会过长 而造成过几缓 好以上 这是动作电会产生过程当中的过程 那这边的12345 旁边都标出 这12345是各发生什么事件 好简单的说 我用这个图直接跟大家讲 关键 这个阶段 是纳离子进入细胞 纳印 后面这个阶段 到这里 是甲粗 所以 纳进细胞 摩定位往上 甲粗细胞 摩定位是往下 往下可能会过头 就是过几缓 好 这个图 是今天这堂课里面 最重要的一张分证篇 多重要呢 有几次的段考 直接就请你画出动作定位各阶段 并标出极化 两阶段的去极化 再极化 过极化 及极化的这些过程 并且交代这些过程 是什么离子出 还是什么离子剂的 引发的 这个大大的白子写 这是一个手写题 这里可能5到10分 好 以上是动作定位各阶段发生的事件 及其摩定位的曲线变化 适应 好了 以上是Action Potential 动作定位的产生过程 是Action Potential